这大有人在 自己造了很多罪业 极乐世界殊胜壮业 我能去吗 他会要我吗 他不敢相信 甚至于造物多了的人 寺院里面的大雄宝殿不敢进去 不敢看佛像 独独长长的避免 不看佛像 问他为什么 不好意思 这人有良心 好人都不是坏人 只要给他讲清楚 讲明白了 这好心度 这可以得度的 就怕他良心没有了 那就没办法了 他还不好意思讲福 所以我看到我很佩服 这个人可以度的 得要有机会 慢慢给他讲 我们看到 而且很狠 你看 能心他福 但于自福 自己是福 不能相信 我自己是业障 深重 造作很多重罪的众生 能不多地狱就不错了 是怎么样一个心态 于是 于事行 是福之之 尚有一切 是为大事 那这个大事是什么 他因为对他佛 还能相信 真念佛往生 身边地 身一臣 这还能够相信 因果的话 不能相信 是心是福 这是尽宗 最重要的核心 尽宗凭什么 立教 凭什么 尽力 念佛成佛的法 就凭这一句 因为 你是心是福 你的心就是福 福就是心 你不是没有 你只是不知道 你有真心 这个真心 能心万法 整个宇宙是你新鲜的 哪一个人 有这个念头 不说世间人 说学佛的人 学佛的人 几个人 有这个概念 宇宙从哪里 我新鲜的 实际上 这个事情 也不是不能体会 我们都知道 大家都有做梦的经验 从梦中醒过来了 梦中 进阶还很清楚 去回想一下 这梦从哪来的 现在科学家告诉我 这个梦是下意识变现的 那下意识还是自己信的 忘记 能讲之通 一切法 重新一下子 下一世变现的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 完全是一世变现的 怎么变的呢 一念不觉 一念觉 变现的是 舍不状怨度 一念不觉呢 变现的是舍法界 舍法界一正状怨 一念不觉 这个不觉是什么 就是奇心动念 奇心动念 舍法界就先去 不起心不动念 舍法界不嫌弃 假的不是真的 那善根不足 不怕 要相信善根是决定有 也是迷失了 怎样把善根捕出来呢 念阿弥陀佛 致齿名好 如果用 就明妙型菩萨 他所说的这三个原则 念佛的时候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一句 接着一句 用智诚心念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这一声 佛好 能消 八十亿界 生死 重罪 内极善根 没有彼得更殊胜 无量界造 无量无边的罪业 都不怕 为什么 那是妄想造的 我今天念佛 时间虽然短 念佛 不多 我是用真心念的 古人有一句话 说得很好 邪不胜真 你无量界造的 我也是邪念 是妄想 今天我念佛 是用真心 邪不胜真 所以 这一句正念 能灭 无量界的邪念 这个道理搞清楚 搞明白了 我们处世待人 介乎日常生活 你是用真心 用妄想 当然 首先 什么是真心 什么是妄想 不知道 那从四上来跟你讲 真心这个理 言语道端 心心出名 但是 真心所现的相 在四上上 于心得相应的 真心 于心得不相应的 往心 于心得相应的 三规 三规 五界 是善 沙弥略一 三居 境界 这是真心 违背 是往心 那么佛 留下的这些尖叫 是真心 全是从真心 流出来的 交集 我们读诵 就是恢复 真心 这个里头的意思 懂不懂 没关系 我知道 这是释迦牟尼佛 自性 流出来的 释迦牟尼佛自性 跟我的自性 没两样 我只要 恭恭敬敬 去读读 恭恭敬敬 去学他 意思懂不懂 没关系 真诚心 恭敬心 没有怀疑的心 念上千遍 其一自尽 自然 自然 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它是 自己 自性 变出来的 我的心 越清静 跟自性 就越相应 清静到极处 火然 大悟 所以说 其一自尽 释迦牟尼佛的 金 就是这么 讲出来 会能大死 在世的时候 教化众生 也是 自性 流露的 得真 得真 下来